港鐵公布加價詳情 6月30日起 加價3.14% 百達通每程本地車費 加最多5毫 現在皇大先去金鐘 百達通每程14.2 加價之後要14.7 屯門去銅鑼灣 現在27元 加價之後要27.5 港鐵說近七成車費調整 大約3毫子或以下 本地車程最多加5毫 而頭半年 由於百達通每程 會有3%折扣 邊廂抵消加幅 到明年百達通票價 才會實質加價 月票價格也會凍結半年 港鐵也宣布 6月3日星期日開始 差不多全港的專線小巴 提供每程3毫的百達通 轉成優惠 涵蓋500多條線 為期5年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當一個小童或老人家 他搭綠色的小巴 來到港鐵站 在90分鐘之內入閘 其實他就可以享用到 這個轉成優惠 而這個轉成優惠 舉個例子 一個老人家 搭綠色小巴來搭港鐵 他搭綠色的小巴 其實只能讓每個7人可以 並且用來搭綠色的小巴 搭綠色小巴 搭綠色小巴